Hello 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三三奇闻录 我是Aris 朱思宏 今天是元宵节 今天过完整个春节就彻底的过完了 那再次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也好好地跟大家聊一聊元宵节 那我们都知道 这元宵节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 按照传统的习俗 这一天不仅要一家人一起吃一顿 象征着圆圆满满的这个元宵 而且还要赏花灯闹涉火逛庙会 但是您知道 这些习俗的背后 到底都有哪些故事呢 它们到底所为何来呢 我跟您说 这背后的故事如果深巴一下 您就知道这些民俗多有意思了 那作为中国的传统节日 其实元宵节早在2000多年前的 这个西汉的时候啊就有了 那至于它的这个具体的发端呢 有的人说是跟佛教有关 也有说是和道教有关啊 这个就有一些莫衷一事了 不过关于元宵节和相关习俗的来历 还是民间的故事最有趣了 我就看到其中有一个最无厘头最抓马的 我们就从这个开始讲吧 那相传啊远古时候 玉皇大帝为了一统天下 就特派造神菩萨 长时间的就留住在人间了解民情 那么每个月的时候呢 逢三号的时候就要上天回禀 有一年冬月23 这个造神菩萨呢就向玉帝回禀说啊 这个人间的百姓一年365天都是吃着粗茶淡饭 但是每天的这个工作又是特别的辛苦 而且从不歇息 你想想比这996还熬人是吧 那长此以往下去 这担心啊老百姓就会因为过度的疲劳累坏身体 那之后就没法干活了 这不就白瞎了吗是吧 玉帝听了以后也很着急呀 然后呢就把这些群臣群神都招到一块要共商良策 太白金星就跳出来了 就谏言说 大王您可以让这个纳陀祖师下凡 给百姓们吃些药 叫他们就慢慢的开始生病 自然就会休息了 您瞧瞧这招损不损 没想到这太白金星居然是这样的神仙啊 偏偏听到这样的损招 玉帝还真就准了 还真就让这个纳陀祖师下凡 照此办事去了 于是呢到了腊月初八的早上呢 纳陀祖师就悄悄的在这个百姓们的饭里头啊就下了药 这还不是一般的药居然啊是疯人药哎 就是会让人发疯发颠的 那这药一下锅呢 就变成了什么大豆呀 豌豆啊 蒜苗豆腐和这个肉末啊 百姓一吃 呀香呀 然后呢吃完了之后 慢慢的这个疯劲就出来了 是怎么疯的啊 就是女的开始缝心衣绣花鞋 男的就杀猪宰羊都不下地干活了 到了腊月二十四号的时候呢 这个药性大发呀 人们就东家请人吃饭 西家邀客喝酒 比起之前的这种节衣缩食来看 看起来确实是有点疯啊 到了腊月三十号的这个中午呢 百姓们都拿出了各种各样好吃的食物 就围在桌旁 全家人就大吃大喝起来 于是呢 从正月初一开始 这男女老少不光是吃好的 而且成天都是穿着红的绿的到处玩 就是不干活 就这么全民接风 一直到了正月十三号 造神菩萨看了 哎呀这看不过去了 赶紧上天就跟这个玉皇大帝说 大王不妙啊不妙 百姓们是真的全疯了呀 光吃光玩是一二活都不干 这样下去 怎么得了呀 然后玉帝听了以后 也是哎呀非常的惊诧 完了这事好像有点走火了啊 然后呢就又让这些群神再聚到一块 又要商量这个良策 又是太白金星 站出来抖鸡领说 哎如果要治好这些百姓的封病呢 可以让药王菩萨再想想办法 我觉得这故事里头 这个太白金星怎么感觉就像是这种 现在职场上那些自己捅了娄子 然后让别人去收拾烂摊子的那种人啊 然后呢 这玉帝还偏偏就特别细 太白金星哎又准奏了 然后呢下令人那个药王菩萨下凡去治理这个封病 到了正月十四号的晚上呢 药王菩萨就把百姓的这个夜餐啊就变成了一种甜点 哎里面放一些芝麻呀核桃白糖这些所谓的清醒剂 哎吃了以后人就清醒了 然后呢百姓们吃了以后哎第二天还真的封病全好了 家家户户呢就开始按照日常的这个呃就是习惯呀作息呀开始南耕女之就恢复了往常的劳动 结果呢这种官方投毒解毒的行为 竟然就这样一年又一年 然后就这么中而复始的就延续下去了 最终就形成了过年的习惯 而那个圆圆的解药那个清醒剂那个甜点 哎就是汤圆了 这个故事是不是相当的无厘头 我觉得写这个故事的人怕是对太白金星有什么偏见吧 而且对于过年本身感觉也是恶意满满 就是形容人彻底发疯了 才会是像过年的那个样子 所以用现在的这种非常流行的人格测试来看 肯定是一个涉孔型的这种哀人写出来的 那关于汤圆呢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啊 话说呢孙中山建立了中华民国之后呢 被这个袁世凯窃取了生理果实 对吧这个是大家众所周知的 然后呢袁世凯呢就由清朝的这个大臣一跃变成了国家元首 成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 但是袁世凯他特别不满足呀 你说这大总统虽然好吧 但是他毕竟不是皇帝呀 是吧 他毕竟不是世袭的呀 总有下台的那一天 于是啊 袁世凯就心想 我袁某人这么一路坎坷 历经磨难 好不容易登上如此的大位 怎么能够轻易的拱手让人呢 所以袁世凯就产生了当皇帝要复辟的想法 到了1916年的12月12日 袁世凯在万民推带几番千让之后 哎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 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剑园红线 将国号呢直接就改成了中华帝国 按道理来说 当上了皇帝的袁世凯应该是满心欢喜的吧 但事实上称帝之后的袁世凯呢 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原因就是他刚一当上皇帝 这不就一下就复辟了吗 哎 马上就陷入了全国人民的这个讨伐声中 各地的军阀呢 也是纷纷的独立 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这种护国战争 这就让袁世凯一筹莫展 感觉自己有些力不从心了 就在这样子非常沮丧的心态之下 有一天袁世凯呢 就想走出去散散心 他就换了个便装来到了北京大街上 就走着走着 走到了一家这个河南菜馆前 他正想进去吃一口地道的家乡菜 却突然从旁边的这个菜馆 传来了一声悠长的吆喝 袁宵 也不知道为啥 袁世凯听到这声吆喝之后呢 就非常的生气 然后菜馆也不进了 饭也不吃了 转身拔腿就走了 那要说起来呢 这个时候呢 马上就要到元宵节了 街上有一些小摊小贩的卖点元宵是非常正常的呀 那袁世凯怎么听了就这么不高兴呢 哎 后来啊就有聪明人解读了 才算是搞明白了 您听啊 元宵元宵 那不是元宵吗 这不是在咒袁世凯吗 是吧 这还真不是过分解读 您看啊 公元1916年的元宵节即将到来的时候 元宵就发表了皇帝诏书 说这元宵节这个称呼啊 一律取消 改称为上元节 元宵的这个诏书啊 就让大家想起一个古代的故事啊 在北宋的时候 长州的一个太守名叫田灯 这个人是相当的专横跋扈 那因为他的这个名字里头有一个灯字 所以呢 就不许州内的百姓在谈话的时候 说到任何一个与灯字同音的字 哎 这个名秽也是相当的忌讳啊 于是呢 只要与灯字同音呢 都要用其他的字来代替 谁要是触犯了他这个忌讳 轻则矮板子 重则是要判刑的呀 当时呢 也是这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即将要来了 哎 初告示的官员就非常为难了 这可怎么写呢 元宵佳节赏花灯 这用不了灯字这怎么办 用了灯字触犯太守 不用灯字又说不明白 于是想了好久 这个写告示的小官员啊 只好呢 把这个灯换成了火字 哎 于是就是这么写的 写成了 本周一历放火三日 您听听吓人不吓人啊 那这个告示贴出来之后 老百姓虽然能明白 这是为了这个明晦的这个问题啊 所以呢 把灯改成了火 但是依然是相当的生气啊 平时对于填灯的这个专制蛮横无理已经是非常的不满了 结果这次看到了官府贴出这个告示更是相当的气愤啊 于是大家都在说 只许周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这是什么事的 哎 只许周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就是从这来的 这个故事呢 也是来自于路由的老学院笔记 还真不是胡说出来的 我们再回到这个红线年间 又是元宵节 又是这么一个红线禁令 您别说这历史还真是出奇的相似啊 那元宵节都要称呼成上元节了 那元宵这个词也不能叫了 那叫什么呢 要说起来 这个老百姓是相当的智慧 不喊这个元宵元宵 那就改叫汤圆吧 一开始呢 袁世凯也不是很在意 后来听多了 汤圆汤圆 还是个不吉利啊 这不就是汤圆吗 这不就让他坐在这个位子上如坐针毡吗 就像屁股后面点把火一样 是不是 那不是把他当成活猪了吗 好 汤圆也不能用了 那么还能叫什么名字呢 最后啊 有一个人 满腹经伦的一个文人 给出了答案 哎 就干脆叫汤团 这正规的名字就出来了 于是满街都是汤团 汤团的叫卖生 不过老百姓出于对这位末世皇帝的憎恶啊 其实在这个民间更多嘴上挂的 还是元宵汤圆这两个词 也不知道是老百姓的诅咒真的起作用了 还是老天爷开眼了啊 反正的元世凯呢 是在1915年12月25号宣布的这个第二年改元红线 到了1916年3月22日就不得不取消了帝制 一共呢 才做了83天没能正式登基的皇帝 而且呢 他的这个罪孽已经是种下了 倒行逆施的人是不可能完全逃脱历史的惩罚的 这就是规律 所以元世凯终于是没有挺过当年啊 在1916年6月6号死了 10年56岁 那刚才我们讲的故事呢 都是侧重于讲述了这个汤园的由来和趣闻啊 我们接下来呢 要说说这赏花灯是怎么来的呢 说实在很久以前啊 这个陆地上到处是凶勤猛兽 到处的伤害人和这个牲畜 于是呢 那不堪其扰的人们呢 就组织起来啊 想去猎杀他们来保护自己的这个人身财产安全 结果呢 有一只神鸟 哎迷路了 就降落到人间了 可是呢 却被不知情的人就给意外的给射杀了 天地知道了以后就特别的震怒啊 这可是神鸟啊 你们这一介凡人就给我这一件射死了 怎么可以呢 于是呢 这天地就赶紧传旨说 下令让天兵在正月十五日到人间放火 要把人间彻底变成炼狱 知道了这个消息的人呢 除了这些天兵之外呢 还有天地的女儿 哎 他非常的善良啊 他知道人间将遭此劫难 实在是不忍心 毕竟大家都说这个不知者无罪 对吧 这个无心之过 怎么能招致如此大的劫难呢 于是呢 这个天地的女儿啊 就冒着触犯天条的危险 偷偷的驾着祥云来到了人间 把这个消息赶紧告诉了人们 那大家听了这么一个噩耗之后 就有如五雷轰顶啊 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哎 后来呢 有一个老人家想出来了一个好主意 于是呢 到了正月十五这天晚上 每家每户啊 都在家里头张灯结彩 点响爆竹 燃放烟火 那这天地啊 站在天上往下一看 发现人间是一片红光 响声震天 以为人间已经彻底被这个天火是肆虐了啊 那神鸟被杀的这事呢 啊 也就是一解心头之恨 所以呢 这事也就算是这么结束了 那为了纪念这次成功呢 从此呢 每到正月十五 家家户户都悬挂着灯笼 放烟火 来纪念这个日子 那讲完了神仙折腾出来的元宵节啊 我们再来讲讲这人造的元宵节 相传呢 在汉武帝的时候呢 有一个宠臣啊 叫做东方朔 哎 这个人呢 个子很矮 但是呢 他用实力诠释了什么叫做浓缩的就是精华 这个东方朔啊 不仅是足智多谋 而且风趣幽默 心地还特别的善良 话说啊 那一年的腊月下了几天雪 这东方朔呢 就去御花园去折梅花 刚进圆门 就看见一个宫女啊 泪流满面的 往这个宫里的水井扑去啊 他吓得赶紧上前 把他拦下来救下来了 后来细问之下呢 知道这个宫女的名字就叫元宵 然后呢 家就住在长安的西北山上 家里头呢 有父母还有一个小妹妹 哎 这个东方朔就说 那你到底在难过什么呢 年纪轻轻的 怎么就想自寻短见呢 那于是呢 这个元宵呢 就把心里的痛苦和愤懑 就告诉了东方朔啊 他说自从他入选进宫以来 每逢年底岁首 他都特别的想念自己的亲人 可以说是心如刀角呀 那这几天风寒雪大 他又不禁地想起了父母 还有自己的小妹妹 在家里头度日的艰辛 想着想着 他就越发觉得 既然不能和父母一起生活 不能尽孝 倒不如一死了之 东方朔听了元宵的诉说 就赶紧安慰劝解了一阵 而且呢 还答应说 你先别难过了 我一定会想办法 让你和你的爸爸妈妈 还有妹妹来见面团聚的 那赞别了元宵之后呢 东方朔就想啊 这绝对也不是元宵 他一个人的苦楚和问题 宫女们肯定个个都是 这一肚子的思青恋倦的惆怅呀 那东方朔就觉得 想一想也真的是满心的心酸 谁不是家里头爸爸妈妈的宝贝呢 是吧 他觉得一定要想个办法 帮帮这些女孩子 意解他们的相思之苦 那您想想 这么大的皇宫 这么多的宫女 要同时解决这么多人的心理问题 绝对是个大难题呀 但是哎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什么叫浓缩的是精华 什么叫皇帝面前的宠臣 这么点事儿 可难不住足智多谋的东方朔 很快呢 他就想出了一个妙计 这一天他来到这个宫女元宵 位于他这个西北山的这个家里头啊 然后呢 见到了元宵的家人 并且说明了来意 然后就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的安排了一阵 就返回了长安大街 卖起挂来了 那要说起来呢 这些民间啊 应该有很多人都认识东方朔 知道他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通阴阳 于是呢 就求着争着让他占补 然后呢 想要求挂 所占所求 每个人拿到的都是 争月十六火焚身的这个挂条千语 哎 大家看的这个签 害怕呀 这火焚身谁不怕呀 是吧 就个个都相当的惊慌 然后纷纷的求问这个解脱的办法 东方朔就非常神秘的说 哎 是这样啊 虽然天机不可泄露 但是呢 我还是要告诉你们 正月十三的下午 你们呢 所有的人啊 这些邻里百姓 所有的父老乡亲 都到城西北十里铺大道的那个口口那块等着去 天黑的时候呢 从西北的方向就会过来一位骑着粉色银驴的红衣姑娘 可别小看这姑娘啊 她就是奉旨来火烧长安的火神君 那么见到她之后呢 所有的人都要跪在地上拦路哭求 也许全程还能得救 于是呢 等到了这个正月十三的下午 城西十里铺 那是人头传动啊 天刚刚黑 果然就像东方朔所预言的那样 从西北方向过来了一位骑着粉色银驴的红衣姑娘 那父老乡亲们就赶紧一拥而上啊 哭哭哀求 哎呀 姑娘可放过我们啊 火神君可放过我们吧 然后呢 那个姑娘就望着这些父老乡亲们说 我是领了玉帝的旨意来办事了呀 这火烧长安的时候 玉皇大帝他老人家可是要站在南天门上看的 要是没火 那就是我的罪了 可是我也看到你们这般求情 我也心生怜悯 这样吧 你们把这个 哎 送到你们的那个大王 你们这个人王地主那去 让他想想办法吧 这个是什么呢 哎 就是一张寄语 他把这个寄语扔给了人群之后 转身就走了 很快呢 这个消息就传到了汉武帝的耳朵当中 他也赶紧找人把这个寄语拿来了 只见上面写着这么几个字啊 长安在节 火焚地区 十六天火 燕红宵夜 哎呀 这个汉武帝念着念着 那是吓得满头大汗呀 你想想这大火 这天火 要把他的这个整个工围要全部烧尽了呀 这想想多吓人啊 是吧 这个怎么办呢 哎 于是呢 就赶紧向足智多谋的东方朔去求教了 东方朔呢 这肯定也是算到有这么一天啊 于是呢 他也把自己准备好的这些想法 就煞有介事的 一五一十的说给了这个汉武帝啊 他说皇上呀 我听说这火神君爱吃汤圆 哎 您看这十五的晚上呢 其实可以让全城的臣民都来做汤圆来供奉他 来虔诚的祷告 求这个火神君呀 可以高抬贵手 是吧 再让京都的臣民一起呢 动手做灯 到了十六的晚上 大街小巷 这个庭院屋门都挂上红灯 满城都点放焰火鞭炮 到时候您想想是什么场景 满城通红 这个火球横飞 那玉帝他站在这个南天门 他远远一看 哇 底下火光一片 这不就把他唬过去了吗 是吧 我们再把京都的四个大门全打开 让城外的这些老百姓都可以进城关灯 我们让这些妃子啊 公俄才女 包括您 都可以到街上去关灯 混杂在这个乡下来的那些人的当中 去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当然不光是感受氛围啊 因为这些人呢不在结束当中 我们混在他们里头呢 可以沾沾他们的光 可以蒙他们的福 免去灾难 而且啊 就是神仙也知道 这宫里有个宫女 叫做元宵 她的汤圆做得好 所以呢就可以让元宵 手提着大宫灯 把元宵的名字写上 在前面开道 我呢就手端着汤圆 跟在后边 穿大街 走小巷 虔诚的敬奉这个云游在长安上空的火神军 就一定能让他心软下来的 汉武帝一听 哎好呀 这个办法周全呀 于是就传旨 完完全全按照东方术的办法 赶紧去行事 去解解灾啊 到了正月十六呢 日坠西山了 长安城里那是个张灯劫彩呀 然后乡下的老百姓得到了消息 也都陆陆续续的进城来关灯 汉武帝本人也脱去龙袍 换上便服 在几个进城的保护之下 就走上大街 整个长安城 灯火通明 火球横飞 焰火满天 哎呀 那个好看呀 然后元宵的妹妹呢 也领着父母来到了长安关灯 当他看到 有元宵字样的这个大宫灯 渐行渐进的时候 哎呀 惊喜的就喊 元宵姐 元宵听到声音了 也知道 呀 我的父母和妹妹一起来了 然后呢 就穿过人群 一家人团聚在了一起 这闹了一夜的灯火 长安京都安然无事 汉武帝可太开心了 是吧 于是呢 第二年正月十五 照样让元宵做汤圆 供奉这个火神军 十六晚上 照样是全城挂灯 放焰火 相传为习 年年如此 那由于呢 十五上贡的这个汤圆 是元宵做的 所以呢 人们也把汤圆叫元宵 这一天呢 就叫做元宵节了 这就是现在的十五过元宵 十六闹花灯的由来 好的 今天讲了不少故事啊 我数数一二三四 哇 四个故事 大家觉得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这些故事里啊 似乎有一些 让人哭笑不得的元素 也多多少少能看到一些 现代社会的隐喻啊 但是要说起来 他们的内核呢 都是变祸端为祥和 化灾难为福祉 有着团团圆圆 喜乐吉祥的寓意 这元宵节过完 年就彻底的过完了 恭祝大家 元宵节快乐 二零二四 我们的每一天 都能快快乐乐的 好的 今天的三三启文录 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 不妨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们上传节目的时候 你就能在第一时间知道了 好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